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所有創一創起來的好朋友大家好 非常歡迎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沛琪 今天呢 沛琪來到嘉義 這個地方呢 大家想到嘉義 除了想到好吃的美食之外 你可能不知道 在嘉義躲著一位 我覺得很厲害的高人 說他是高人喔 可是他非常年輕耶 在沛琪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發現 他其實在他的創業路程上面 他在每一個角色上 都把他做到盡善盡美 到他現在的位置上呢 他除了不斷的創新 以及做得更全面之外 他還有很多想要完成的夢想 讓我們來歡迎 我們全國創新創業協會 南區會副分會長 同時他也是響紅 國際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掌聲歡迎高凱誠 凱誠哥好 嗨 哇 終於到了今天這個時間了 期待這一天已經期待好久了 嗨 客氣客氣 歡迎小愛今天來到我們公司 也非常也歡迎我們 各位我們全國新創的會友 來我們公司來做一個指教 謝謝各位 謝謝 凱誠哥客氣 凱誠哥我想很好奇耶 你當時你本身就是嘉義人 處身處長的嘉義人 沒有離開過嘉義工作 呃 大部分從就學 讀書到工作都是在嘉義 當兵沒有 當兵 偶爾當然有離開嘉義 哈哈哈 嘉義是沒有我們當兵的地方 真的喔好有趣 那你當時你從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是幾歲開始接入到職場 幾歲啊 那應該說當時就是不愛讀書 打工的時候吧 應該很早就是 家裡的環境其實還不錯 但是我們的想法是說如果我要什麼 我就會想自己去打工自己去買 所以我人生第一步重機 所謂重機就是超過150cc的重機 我因為家裡不買給我 所以我自己就去打工 去來買這個重機 所以你當時是這個自己去打工 然後買重機 對 反正你自己的錢爸媽也沒辦法多說什麼 呃 我爸是比較忙啊 所以公司到我們 但是後來也做了大概不到幾個月 就結束我的打工過程 錢存得差不多之後就 其實不是啊 因為打工的地方 常常會遇到我爸爸的朋友 我爸爸說 你來這邊幹嘛 因為當時我們年輕的時候 覺得說去 我們那種胖胖 當那個服務生 覺得還不錯 穿著很帥氣的制服 然後又在很優美的一個環境上 就又有錢賺就會想去做 但是會常常有我爸爸的朋友去用 都會說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說沒有 我就是來學習這樣 可是你其實想 像你剛剛講的第一步重機 是你自己打工來的 可是那個時候應該要存很久耶 其實就是 先存著 最少要有自己的投資 你要有投資才會有成果嘛 對 我就是利用打工 賺來的那少少的錢投資 來完成我的重機 天啊 你那個時候大概幾歲 我應該是16歲吧 16歲你就知道要做這件事 真的 因為 這樣講 就是說這種東西 你想要你就自己去努力 所以你是一個 如果你想要達到一個目標 你會想盡辦法完成的人 應該是這樣說 那你那個時候要去做這件事 像家裡 爸爸媽媽媽也想說你幹嘛去打工 然後爸爸媽媽朋友也問你你幹嘛去打工 也沒有讓你打退糖股 也沒有 其實我們才這樣講的 從小我爸爸媽媽就知道我比較獨立 所以大部分我想做什麼 只要不是違法的 不要 怎麼樣 會影響自己的課業的話 都不會 不會說很阻止我 所以說我去打工的時候 他們也不反對 但是也不是很贊成 就不反對也不支持 不表態這樣子 但是 我的課業也沒有影響到嘛 所以說我也是在幾個月內 賺到一點錢 然後就買了一台 所謂的重機那時候 16歲大概 18歲前就完成這件事了 是 太厲害了 我覺得今天很有趣 要請到凱春哥 凱春哥 我們今天桌上這些 其實都是你公司的產品 你剛剛說你18歲前 就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個夢想 買了一部重機 意味著你非常的熱愛 汽車機車 這類型的產品 所以你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開始做這些事嗎 其實不是 端盤子 端盤子是打工 是正式的第一個工作來講 其實我以前專門就是 跑監獄的 真的假的 人家說出國深造幹嘛 說監獄台灣我就去了五間了 你去那裡幹嘛 我不是被關五間 因為以前我是做文具的 文具啊 雖然壽星人他們被關在裡面 可是他們也要寫寫信啊 送回家裡啊 我就是專門去監獄賣他們 怎麼講就是一些書信啊 筆啊 紙啊 跟文具有關係的東西 所以你就是當業務 可以這樣講 你第一份工作就是當業務 對 就當業務 你那是完全沒有覺得很多的 比方說年輕人 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第一份工作就要做行政啊 你完全沒這樣想 不會 因為家裡做生意的關係 所以你覺得你有受到 爸爸媽媽做生意的那個氛圍 就是坐不住的氛圍 叫我坐在那邊不會啊 可是爸爸媽媽沒有跟你說 那你就回家做就好啦 一樣賺錢啊 其實還好 因為我爸爸媽媽他們也說 他們的工作其實是很辛苦 其實賺錢都是辛苦的啦 對 真的賺錢 他們認為說讓小孩子自己去發揮 是最好的 所以當時我也是 就去外面工作 然後其實也是吸取經驗啦 是 對 只是說後來就走了 這一個不歸路 所以你第一份工先去賣文具 對 你覺得賣文具當業務 在對一個二十幾歲的學生來講 對你來講的衝擊是什麼 還是其實你沒有 你每天就很開心要去上班 還好欸 那時候我還沒當兵 大概18歲而已 我就去跑監獄了 真的喔 其實我那時候做業務 我所要去面對的人 年紀都是比我大很多 一定啊 因為18歲啊 因為我那時候跑 都是屬於叫公家機關 就是說包括學校也好 政府單位 包括像這種管教所 就是監獄的部分 都是屬於他們年紀都比我大很多 但是這些客群是原本公司給你 你服務來講 我是服務我主 但是對接的人是 他們每年都會換 所以我每年都要重新再來熟悉一次 對 但是他們遇到一個18歲阿滴 那想說欸你來賣我東西 你要怎麼讓他們聽你說話 很簡單 年紀就是我的優勢 喔真的嗎 因為你講你都叫我阿滴了 對啊 那阿滴你就是要照顧阿滴嘛 哈哈哈哈 就這樣呢 年紀就是優勢啊 所以你看這種齁年紀的話 你算是40歲50歲60歲的人齁 針對異性都是會喜歡比較年輕一點的 所以年紀就是我的優勢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大姐姐 就很關照你這樣子 不一定大姐姐 哈哈哈哈 是阿醫 阿醫啦比較多 阿醫很關照你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在職場上的話 會給我們容許的包容的機會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去的話 當開始我們不熟悉 可是他們會願意給我們時間 給我們機會 然後來包容我們 那可以當開始第一份工作賣文具 你沒有覺得你要一直賣下去 當然這是一個過渡期啦 那時候收入好嗎 還可以 如果說以這樣 那時候我跟我的同學來比我 因為我 我那時候還已經可以存錢買到車了 那很厲害耶 已經可以存錢買到 那我可能還在唸武專啊 唸大學 對 這時候他們還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我已經開跑 在開跑車 那當然會有一些不錯的地方 但是就是說 那時候的興趣 那時候去自然文具公司上班的時候 是為了賺錢而去賺錢 而去工作的 但不是興趣 真的不是興趣 那就是一份工作這樣子 對 所以你後來進入到像這樣汽車跟 就是包含像買賣啊 或者是製造 包含到你自己製造 這個才是你覺得人生的夢想 其實 玩車是一種興趣 但是當時從來沒有把它拿著 這把它當成會是我以後的工作 賺錢的工具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點 其實就是 我們這樣講 時事會改變 那改變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對應 要不要去改 也改變自己 比如說 我當時會進入這個行業 我從來 包括我當時的 我爸爸媽媽 或是我的女朋友 他也沒有 也不會相信說 我後來會去走入到這一行業 你當時是買了重機之後 你就開始 其實就是 在讀書嘛 然後 18歲畢業以後 我就去 這個文具公司上班 那當時我也 玩車只是興趣 那當然是 玩車以後會認識一些 車友 車友 包括材料商的老闆 人家也看著我們 覺得說 你不要說可造之材 可造之材就是 對我們自己太作弊 覺得 你 蠻有潛力的 對對對 而且我的工作 雖然是當業務 但是跟我的興趣是不一樣 所以就 來 那我那時候跟你買鉛筆嗎 也有啊 也有 也可以加加減減 都會有 但是 他們就說 當然薪水沒有給我 比較好 只是說 你有興趣來這個公司上班 那一樣做的是 一樣的工作 只是說 賣的產品不一樣 但你那時候 一聽到應該覺得 馬上就要去吧 應該是我回去 馬上就去 哈哈哈哈哈哈 突然有一個好機會 突然有一個改車的 可以改車的一個藉口 然後 而且每天都在那個環境裡 每天都吸著汽油的味道 但是 你進到這個 你真的進到 有的時候興趣 可是你真的進到這個產業之後 你是更喜歡嗎 其實也還好 因為其實 每天做的工作 就是一樣到客戶的家裡面 公司啊 或是保養廠去做哈拉 其實很簡單 我們 我們就是以交朋友的方式 是 那 去來 去銷售我們的產品 那 其實我進入到 這個汽車行業別的時候 我剛開始也有點後悔 為什麼 因為時間太長了 它時間拉比文具長很多 喔 長很多 因為學校五點就下 四點下班 非常順時 監獄你幾點也就不能進去了 反正就是說 我們的時間就是五點 大概就是五點 後就是沒有我們的事了 那這個 進入到汽車行業別不一樣 也就是保養廠 八點 九點 十點都還在工作 十一點還問你說 你還在休息而已 可不可以送貨這樣子 那時候也覺得說 真的快要已經 就是 每天都on call就對了 真的 好驚人喔 但有沒有賺比較多 賺到很多朋友 OK 還有我們的基礎 所以你剛開始是當業務 開始賣這些產品 對 然後你大概當業務 大概當了幾年 其實也不久 大概才不到兩年的時間 不到兩年你就創業了嗎 對 就創業了 你就自己決定 你就是認識了這些源頭廠商 其實也不是我的決定 是我的老闆的決定 我老闆就決定不做了 他收起來 還是要盤給你 他是不做了 他不做了 他就不做了 因為有一些關係 有一些因素 他就要離開這個業界 那時候我就剛好 一些上頭的廠商也蠻支持我的 叫我 不然你自己來開 那時候我覺得說 如果一次要搞得那麼大 我壓力很大 所以我也是先說 不 我就跟你們買東西 但是我先小小來 我就先從一間店面開始做起 所以你第一個 真的自己當老闆 變成負責人這件事情 是做一個門店生意 其實就是門店生意而已 對 就一間店 單一間店 就一間店 然後服務 目前原有的客戶這樣子 對 對 二十幾坪的店 然後就服務這樣 那個時候幾歲 那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當兵 搬回來了 連結不到25 大概23 24吧 23 24 你已經當老闆了 就是那時候都笨笨的一直衝 那那個時候是家裡有支持你 還是你自己本來的積蓄也就夠 其實手槽上有一些積蓄啦 然後這個行業比剛進來 我們也沒有考慮那麼好 現金流蠻高的耶 對 現金流蠻高的 因為它這都是現貨 你都要先付啊 當然 對 所以現金流其實蠻高的 我那時候 剛開始做的時候 每天有一些生意很好 可是每天也很累 都那些 就是 有可能會三點半一直跑 真的假的 當然會喔 因為做生意的人不跑三點半的機會很少 當然有時候撐不過 就電話就趕快拿起來 媽 晚一點 哈哈哈 武力支援一下 哈哈哈 好有趣喔 當然要有後助啦 要有一些你的支持的人 那你那時候23歲當老闆 你有覺得當老闆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嗎 當然 不然再去找一件別的零件 賣零件好了 其實辛苦都會有啦 然後每一個行業別都是辛苦 只是說我們以前就辛苦不習慣了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 我們進入這個行業別 我們都知道我們時間要很長 我們沒有辦法朝九晚五 我們的時間就是 客人什麼時候休息我們就休息 那我們時間都拖很長 那 開始做我最熱最辛苦的一件事就是 管理而已啦 管理 你那時候22坪的店面 20幾坪的店面 有員工嗎 有啊還是有3到5個員工 請門店小姐 是那時候也有門市的小姐 然後還有技師 然後還會有業務 當然我是跑外面的 我們也會有業務 那但是為什麼3到5個 因為常常會有 來又不走了 從此會Double到一些些就對了 所以那時候覺得管理這件事情更困難 當然 就是自己跑翻就是簡單的 管理更難 其實管理算是最重要一個部分 而且你23歲你的員工應該都年紀比你大 大部分都比我大 對啊 他怎麼聽你的 其實聽我的喔 你就準時87歲 他就聽我的 實在是錢的部分啦 簡單就是當時我的廠商給我一個希望 當然我也把這個希望也給我的員工 就是說你努力然後你用心一點 大家還是都有錢賺 如果你來這邊就是要混的 那第一個不會長久啦 你不會長久我也不會長久 所以慢慢才撐過那個最辛苦的時候 門店生意前三年應該是比較辛苦的 都還在賺你投資的錢下去啦 所以前三年之後 門店這個生意大概維持了多久 也不久耶 其實我之前很喜歡一直變 因為我就不喜歡做 不喜歡做的意思是說 我不想去做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為什麼 你是說我是做這個東西 對 那我如果一起做我就沒有辦法去創新了 我的頭就會在這個地方 那我只要把一個東西開發完成 我就丟給開始丟出去了 我就丟給我裡面的助理公司的成員 那我要幹嘛 我就準備去弄別的 好有趣喔 你的團隊很重要耶 當然啦 你就是說你要讓他們知道說 你要成為一個老闆的因素是什麼 那當然你的員工裡面就是說 我希望是他們都會 我全部的工作都會 但是發薪水就是我 那那個時候的同事到現在有繼續跟著你的嗎 還是有一兩個有跟著 還是一繼續 將近20年了 所以他們現在都已經主管接了 可以幫你handle其他的事情 是 那凱春哥我覺得很有趣喔 你當時開了這個門店 然後一直到你後來成立了祥紅 這個中間大概多久 多久 其實我們這20年喔 其實一直都是誤打誤撞 什麼叫誤打誤撞 包括說很多人說 你開門市了 後來又賣東西 怎麼會到變成製造商 對又變成製造商 你變一條龍耶 你門店都還持續在做銷售嗎 都還是在 就是說 我並沒有放棄我從20年前的那個 從我們的門店到包括我們的批發經銷 代理到我們的製造 對 很多東西這些程序我都還保留在 所以你現在只要想到 只要跟汽車相關配件都可以找你 其實是這樣 其實我們做的是 屬於底盤的改裝零件 底盤的改裝 這分這麼細是不是 因為汽車是一個非常 怎麼講 就是說它涵蓋非常大的一個領域 就是說 汽車的領域裡面有很多 像你音響啊 這個叫電子音響的部分 那板金啊 板金烤漆又一個部分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像我們是底盤 我們做汽車底盤的 然後還有做汽車引擎的 然後現在還有一些叫汽車內裝的 就是說它們內部的 完全拆得很細像 都是不一樣的 完全都不相關 那我們做的是屬於 汽車的底盤部分 就只做底盤這件事情這樣子 但是我們這一塊比較好賺 利潤聽起來很不錯這樣子 這樣來講的話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是 就是把我們的產品 就是用加工出來的產品 然後一樣的 比如說 一樣你是做煞車 那煞車你原廠就有煞車了 就有煞車的套件 那我們是做升級做改裝 就是說我做的是 比原廠更好的產品 當然我就要賣貴一點 合理 當然我就要賣貴一點 但貴也是有我們的道理在 那凱春哥我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要請問你 就是你這樣子一路走來 創業到現在 你下一個階段 你最想做的是什麼 下一個階段 對 很多人喔 我講這個也有一點 那個太 太那個 怎麼講 這個叫 太矯情了 其實 每個人都 像我爸爸就好了 我爸爸喔 他因為他之前是做誠意的 是 那誠意這個部分 當然 他剛開始的時候 利潤還不錯 蠻好賺的 可是他們 可以說 我爸爸在五十幾歲 就已經退休了 很棒耶 他為什麼不是不好 不是 不是累的或是什麼 因為是他這個行業 已經走入黃昏了 就已經被市場 就是說他以前是做 他那種方式已經被淘汰掉 是 所以那時候我爸爸有跟我講一句話 就說 很重要的一句話 說 公司會倒 但是行業不會倒 就是說 你這個行業 你這個 你這個公司 倒了 只是有更好的 更創新的東西 來取代你的 但是行業不會倒 就譬如說 照相這個部分就好了 對 以前我們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底片 膠卷 對 就是什麼柯達 對 膠卷 對 他也沒有做得不好啊 他的底片是全世界最好 最有名的 為什麼他會倒 會失敗 因為有更好的東西 數位出來了 所以說 一樣的行業別 你只要沒有進步 很多人就會 取而代之了 所以說 我爸爸那時候講一句話說 行業不會倒 公司會倒 行業不會倒 你的公司會倒 是表示你已經被市場淘汰了 所以你覺得你選了一個對的行業就OK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是這樣 但是我會一直想要去做 很多 跟我同時間進入這個行業別的人 他們都還是維持在店家 或是 就是買賣 並不是不好 那他們利潤也是很高 可是他們就繼續說 我就是做這種安逸的 熟悉的工作就好了 可是我的部分就是說 我會一直想變 一直變變變變 變到我就會等 可是我會等機會 是 因為我先把自己準備好 機會來了 隨時可以接球 對對對 包括做製造的部分 其實我們前幾年 跟製造都不會有什麼關聯 那後來為什麼做製造 很簡單 而我之前有聽過 我們 我們南投的楷模 那個廖楷模 他是做放電加工的 是 他那個也非常精密 可是喔 我看到他的人 跟看到他的過程 我八竿子都打不著 我說你怎麼會懂這個東西 後來他的 心路歷程是跟我一樣的 是 那我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做來做製造 當然我們做買賣的 會比較有 怎麼講 現金流會比較大 是 然後比較 可以去計算你的盈利 為什麼 很簡單我有500萬 我就買500萬的貨 我來賣800萬 賣900萬 這樣就好了 那我投資500萬 我有錢我就投資 我今天 這個月我的現金流比較少 我就投資300萬就好了 我永遠不會去 有嘎票的問題 可是製造業不一樣啊 我可能投資500萬 這500萬是買材料回來 再把它做成成品 成品 還要一段時間 還要很多的東西去搭嘎 對 那你只要中間一個環節 有問題了 你的這個產品 就是說 你這個產品是要100個零件 那你只用有一個零件 是不OK的 那就影響到你的銷貨之間了 對 那你怎麼辦 你都要中錢了 真的耶 你就是要跑了嘛 當然我的上頭的廠商 就會有這種情形 比如說他們製造商 就會比較一些 就是有一些變數的話就會這樣 當然就會跟我們調 有一些金流的資源 然後後來他們也撐不下去了 撐不下去 為什麼會來找我 因為我是最溫柔的那一個 哈哈哈哈 我跟他們說 特輯 最溫柔的那一個 而且我又在這個行業別有 相當的一個經驗跟認識 就一直合作 換我來做老闆 他們就來 變成是公司的股東 或者說是公司的員工這樣子 我才變成說在 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類別我在十幾年前 我就有投資 但是我不是老闆 一直到最近大概2015年以後 我再成為這間公司的老闆 好有趣喔 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我們凱春哥來到節目當中 跟所有的好朋友做分享 那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我要請凱春哥跟我們分享的是 假設有現在有新的 想要創業的人 然後想要進入汽車零件商萬財 也可不可以給他們一點點建議 喔好非常好 其實 每件事情都一樣 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極致 就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曾經聽過我們 嘉義士的蘇晶薇 蘇凱模 他講過一句話 他當時要來領選凱模的時候 是我們的 也是一個前凱模 來跟他 怎麼講 來跟他做一個評選 領選的部分 後來這個凱模 他當時也穿得非常的簡單 可以簡單到非常簡單 簡單到我們的蘇晶薇素凱模 是認為說這個是來亂的嘛 因為他穿個拖鞋 短褲吊嘎就來了 拿著一張名片 就來跟他做領選 後來他走了以後 結束以後 他把這個名片拿去網路上查詢 哇年一二 將近一百億 當時蘇晶薇素凱模 只聽到跟他領選那位凱模 跟他講一句話說 我就做資源回收 哇賽 資源回收 只要資源回收 你看我很多路上阿伯阿伯都在做資源回收 那也是一個工作 可是你把它做到極致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 那包括你想做這個汽車的一個零件業別 其實我們講過方式有很多種 只是你要選哪一個方式最適合你 然後你從這個方式進入門以後 你要想到是說我要怎麼再去進步 是 然後你不能安逸在一個地方 是這樣 好的 今天呢非常謝謝我們凱春哥 來到我們創業創起來 他的故事真的太精彩了 可能不是這個我們短短幾分 每一位創業老闆都是這樣 故事都好精彩 是是是 很開心可以邀請你來 希望我們下次還有機會可以採訪你 好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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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